他是我們的那個村狗 村狗就是他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 反正比我們很多人都還要早在這個地方 但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有五年多了 區域就是大家看到的這一小塊而已 外面其實是那個台東縣政府 那這個周遭其實有很多店家 然後他們 不斷在更換 就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可能真的不好做 他們一直更換 然後反而是這一間狗啊 帶在這個地方最久 還有外面的這些樹也是 當初在蓋這個地方的時候都 想說就不用砍吧 他本來就長這樣 那 鼓勵大家報名 就是到這地方來 可以上台唱唱歌 就滿好的 那個回憶就 超越一個觀眾 超越身為觀眾 超越點一杯飲料這件事情 滿好的 反正今天人可能也沒那麼多 所以大家也有太有壓力 上台 說說故事都好 可能就 瞎談一下 然後說說故事 唱一首台語歌 全心全意愛你 全心全意愛你 唱唱一首台語歌 唱一首台語歌 唱一首台語歌 唱唱一首台語歌 唱唱一首台語歌 唱一首台語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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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唱一首台語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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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的母親 是你的母親 見白的風景 幾乎江湖的臉 是大廟門 你只是 短短的世界中 燒燒 一個多數 在你懷中 短的夢 慢慢會去 我沒用 全部的開籃 唱出在你的眼前 發聲中 我只是 真是要好好 我感謝該意願 拼彈該用緩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按照順序一個一個上台第一個報名的朋友 他叫做阿碩 阿碩 這個幾個禮拜 常常有到九阿村來分享歌曲給大家聽 這也是這個節目 蠻特別的 有些朋友會很常在這個地方出現 我們掌聲歡迎阿碩 謝謝